彰化沿海民眾還有環保團體 今天高舉布條反對彰化 繼續設立金頂事業廢棄物焚化爐 他們一看到新上任的環保部長 薛富順來到彰化考察 立刻下跪陳情 來看一下當時的現場狀況 請就就我們彰化謝民 請舉例 有有有 請舉例 謝謝 請就就我們彰化謝民 我們的垃圾是不用那麼多橫化爐 福保的漏洞是 全國 全國最大的漏洞是 你來設立後 拆股在後面 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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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彰化目前有9座焚化爐 那我再加上金頂就11座 這個環境承載是沒辦法接受的 民眾認為 彰化縣內 目前已經有9座焚化爐 其中在張斌工業區就有6座 其中快5成是在處理 外縣市的事業廢棄物 焚化爐的密度太高了 而且廠商在未取得建造的情況下 偷跑 違法 動工 無法接受 因此來抗議 彰化鄉親的聲音 我們會來聆聽 那同時也會帶回去 跟部理 跟行政部門 大家共同來研究 一開始 經濟部工業局 為了解決全國事業廢棄物 處理設施不足 所以才會在張斌地區 要設立新的焚化爐 如今卻引起地方反彈 讓你準備進去 需要綁墓的 我們要先來 還有1個